大家好 我是对美食这么好奇的无所谓 现在北京疫情每天都有新增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 但是不要恐慌 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 今天我就在家叫个外卖 一想到叫外卖 我最想吃的就是优食堂的重庆固烟鸡 这家店原来在长云天街 有一家店离过得很近 但是那家店已经关了 所以我现在只能从他们的老店 叫个跑腿送过来 真的成本很高的外卖 因为路途遥远 所以好多汤汁都流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 太香了 点了变态辣最辣的一道 哇 还是疫情之前我吃到的味道 嗯 嗯 嗯 大店做得非常好 他们在两三年前第一天开一的时候 我就路过他们家我就去吃个晚饭 当时点了一个香港牛腩饭 还有一个泰国的猪杂河粉 我吃点牛腩饭 哇我就觉得就像在香港街头吃到的一样 那个泰国的河粉呢 有猪杂 有现烧出来不久的烧肉 皮特别脆 我一吃我就说这个师傅肯定是香港师傅 后来就经常去那家吃饭 因为我公司就在附近 每天叫外卖啊 经常到店里吃饭 就认识他们他们的大虫 我今天吃个口机机喔 喝杯下饭 都市场之前山姓 是个香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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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知名设计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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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他们的做法 像爆香用葱姜啊 这些爆香的锅底 然后我也试了很多调料 用很多火锅锅底 自己加辣椒加花椒都炒出他的味道 我觉得他可以除了酱汁来卖 我觉得吃这个重庆枯叶鸡真的能上瘾 就辣的 这口已经不想再吃了 不想再吃了 但是辣完之后又 总想着要吃 总想着再吃一口 等疫情平均了 我就去探探他们 号称开了一下早餐店 我这家的肥肠 就是很好吃的重庆的肥肠鸡 升级版 加点育儿就育儿肌 这个味道 比我吃过那些肥肠肌育儿肌的味道 都要好这个味道 这个味情 所以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地方这道菜 就像疫情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我现在已经不太能吃辣了 要以前 我还拿这个汤汁来泡饭 真的是丧心病狂 真的是用心做 做好的餐饮 肯定会有人去欣赏你的 我是无所谓 一个要减肥的吃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谢谢大家 这里又能够我吃两片的了